大家好,這大顆的蒜頭是硬梗的蒜頭 而大小之分並非是軟硬梗的分別 差別只是軟梗的蒜頭會開花 開花後撒下種子就可以長出小蒜頭的樣子 這拿來的育種一樣可以長出大蒜頭 只是硬梗的蒜頭味道會比較濃烈 軟梗的菁葉會比較細嫩 之後軟梗的菁葉會比較清脆 硬梗的植葉會比較深綠色 種子長大一點後也是一種區分的方式 種子蒜青或是蒜黃 一開始與種子蒜頭的方式是一樣的 唯一的差別只是種子間距的問題 蒜青與蒜黃因為沒有讓它長成蒜頭 所以種子的間距會小一點 如果只是要精或是葉片採用反覆採收的方式 也有人不將蒜頭剝開直接整棵進行種植 剝開種蒜青的原因則是也可以往大蒜發展 也就是通常香腸、鍋魚子冷盤上看見的配料 至於種子的方式 與日前發布的蒜頭種子影片相同 沒有稻草可以覆蓋的話 本片則改為用黑網示範 覆蓋稻草或是黑網的目的 主要是提供保濕的效果 若不進行覆蓋 則得多花點時間注意澆水的動作 對於同樣重複的動作 可以一次先做好 挖出溝槽後 將蒜頭先擺到定位 擺下的時候可以略為下壓 土壤讓它維持團力結構 別敲得過於細碎 除了增加保濕效果外 等一下覆蓋土壤與進行膠水 也會比較容易 接下來就可以把溝槽旁 較高位置的土壤進行回推 一般會習慣順勢把蒜種壓實卡緊 不過因為採用團力結構的土壤 此時只需要輕鬆將高位置的土壤 輕輕壓剝一下 土壤就會往溝槽跑了 再透過澆水小技巧 一樣可以把蒜種卡緊 算是不難的動作 有發現種植過程 都不是採用慣用手完成種植的嗎 完全不用叫你阿嬤來 用左手就可以輕鬆種好了 至於澆水小技巧 在於澆水的時候 水別直接淋在溝槽裡 而是澆在原本溝槽旁的位置 這樣澆水的過程 會讓比較細小的土壤 往溝槽再次移動 自動完成更好的附土效果 而土壤的團力結構 有一個額外好處 這樣隨意輕鬆的澆水 蒜種也不容易被水給沖到移位 過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忘記交代 土壤在回推到溝槽時 別把蒜種全覆蓋掉 讓蒜種的上方圍露出土表 可以加速出芽的速率 而水記得得將土壤 給澆透一點 由於蒜種 通常種植的位置比較高 避免因為降雨而泡水 現在的極端氣候越來越明顯 建議還是種在地勢比較高的位置 不然就得將種植的西地 進行增高土壤 畢竟如果要讓它長成蒜頭 生長也得好幾個月 做白宮也就算了 若是種植空間有限 還占掉了不少的種植面積 在時間與土地的積會成本 實在是得不償失 接下來在上方 蓋上一層高密度的黑黃 這與傳統蓋上稻草的最大相同點 是在遮陽寶石 一般田間因為可以採用 慢煙的省濕方式澆水 所以就算沒有蓋上稻草或是網子 也沒有關係 家庭種植要省濕一點 最好還是蓋上網子 可以減少日照雨風吹 來維持土壤的濕度 而用稻草實作中 發現了兩個額外好處 稻草本身除了可以保濕之外 在進行膠水時 也能阻擋膠水時沖刷土壤的沖力 另外稻草經過腐化後 也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機質 這對於保護蝦蚓或是微生物 算是有很大的助力 不過沒有稻草 使用網子也是一種折蟲辦法 但效果要好 得選擇高密度的黑網 會比較理想 覆蓋的網子如果沒有剛好的大小 就可以採用摺疊覆蓋雙層的方式 在折尾的位置順道插入一根木棍 這樣日後要掀起來 澆水也會比較方便 而個人需要將每個位置都擺上 鎮壓的鐵條或木棍 目的只是在避免狗踩上去 依據個人的觀察 平時擺放在一旁的網子 一沒注意 狗就很喜歡躺在上面睡覺 簡單防範一下 也可讓網子更不容易被封掀起 這樣整個種子育苗過程就算完整了 至於澆水的頻率 可以翻開網子觀看 土長的濕度來決定 經過13天之後 發現已經有蒜苗從網子縫隙跑出來了 這在幾天前就發現 只是想說讓幼苗長齊一點再處理就好 個人掀開網子前 跟觀眾朋友您一樣 也很好奇發芽率 之前說雙層附網插入木棍 掀開網子又要覆蓋回去 會比較方便的方式 就像這樣 像是整件網子可以一起掀起來 像是整件網子可以一起掀起來 讓市心冰在冰箱的效率 這天氣越涼冷時 發芽的效率可以越快 中間有個區塊 因為過程只澆了一次水 生長的速率比較慢 雖然那裡沒有長出 但是發現已經有長出根系了 如果您是要種子蒜青 網子就可以不用再進行覆蓋了 若是要種子蒜青 那就得等下一部影片 謝謝收看